一名冰狼西施突然往店內衝 沒想到下一秒 一輛白車突然撞上 翻了90度 慢動作再看一次 冰狼西施表情驚恐衝進店內 接著一輛轎車撞上牆壁 翻車後還不斷左右搖晃 場面觸目驚心 約過了10秒後 一名警察跑過來 舉槍對著駕駛 而冰狼西施看到後 嚇得趕緊關上門 並幫忙打電話叫救護車 嫌犯佐爾撕裂傷被送上救護車急救 事發在桃園八德廣龍街和復活街口 一名嫌犯拒捕逃亡還蓄意衝撞警車 救車零件四散椅地 擋風玻璃整片脫落碎成蜘蛛網狀 而車內的物品也全都噴了出來 據了解 當時一名小隊長迅速坐進嫌犯車內 沒想到嫌犯竟然開槍逃逸 小隊長立刻朝輪胎開三槍 最後嫌犯高速衝撞三輛汽車 和一台機車翻車倒在馬路上 而警方也在車內查獲空氣手槍 安非他命和C17 因為嫌犯去衝撞原警卻拒絕盤檢 那原警正當大展使用槍械 才氣候主嫌 再看一次驚恐瞬間 嫌犯轎車在路邊失控 翻覆90度 最後當場遭警方逮捕 所幸這起追捕車禍 沒有波及到其他人 全案將由警方後續偵辦 記者劉志展林育軍桃園報導